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8月份环比上涨0.3% 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0.4% 为7个月来的最小涨幅 显示通胀压力可能正在减弱 根据劳工部9月14日发布的报告 8月份CPI增幅低于7月份的0.5%和6月份的0.9% 这是自1月份以来的最小涨幅 与此同时当月CPI将上年同期上涨5.3% 而此前两个月的涨幅均为5.4% 是自2008年以来最高的年度涨幅 能源价格是当月通胀上涨的主要原因 综合指数上涨了2% 汽油价格上涨了2.8% 食品价格上涨了0.4% 同期能源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25% 汽油价格则上涨了42% 排除这两类因素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月度涨幅仅为0.1% 是2月份以来最低 这一数值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% 二手车和卡车价格曾经是整体通胀上涨的主要推手 8月份他们的价格下跌了1.5% 但仍较上年同期上涨了31.9% 不过8月份新车价格上涨了1.2% 共和党人一直将今年CPI飙升归咎于总统拜登的政策 但是政府官员坚称价格上涨将是暂时的 随着众多供应链问题得到解决 价格将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 CPI数据公布之后 联储会官员将在下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 讨论如何以及何时开始缩减资产购买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上个月表示 联储可能会在今年开始减少每月购买的债券规模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请不清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